欢迎职所第1400说新闻 我是黄斐鱼 新闻首先来看 高雄凌晨有一对情侣在吵架 车子就直接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 两个人在路上僵持 男方甚至还下跪 而女方则是生气的 把手中的汉堡跟薯条丢在地上 路过的车辆是纷纷放慢速度 想要看个究竟 一男一女在路中央 绑包头的女子站着 男友在他面前双脚下跪 拉着女生的手似乎在求饶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为何大庭广众之下下跪 骑士很好奇 这到底怎么回事 都绿灯了 还是骑很慢 一直回头看 经过了汽车 绿灯还踩煞车 忍不住瞄一眼 女子患蹲坐 直到有人在他们面前等红灯 女的转身想走 男友拉住她的手不肯放 又一个骑士经过 实在太引人注目 女子不得不先原谅男友 好像说先离开再说吧 但她上车前 却怒把刚刚买了宵夜 一整袋丢在马路上 男子无奈地看着被扔掉的食物 最后上车离去 警方货报抵达 吵架情侣已经离开 路面上满是薯条 鸡块 还有翻倒的可乐 原警便清洁员 收拾残局 而这地点在高雄三民区澄清路 凌晨两点多 情侣吵架 在马路下跪 车主是一名林姓妇人 疑似把车借给女儿跟她朋友 结果其女俩买宵夜途中吵架 车停路中央阻碍交通 警方将一车牌举发 600到1200元 至于女子随手丢薯条 警方将减负相关试证 转请环保局裁处 到底为什么是吵架 不能回家 好好说 路上上演下会 幸好没有遇到酒驾 万一被撞上 可能变成悲剧 TVBS新闻 徐克成高雄报导 好来看到这位失控的老师 真的是做了最坏的示范 台中医所学校复社国中部 有老师情绪失控 他一连推倒了好几张的桌子 甚至还伤到一名学生 老师爆气冰斗 一连推倒好几张桌椅 学生在一旁 看傻了眼 有的学生帮忙把桌椅扶起来 有的愣在一旁 老师没停手继续推 影片被PO上社群平台 引发议论 老师报走事发地点 就在台中北屯区一间学校 事发时间是9月中 一间国三班级 当事女老师30多岁 教书有7年自立 是导师也是科任老师 教授国文科 当天是第八堂课 下方强调是学生管不动 下方说当天因为快放学 有的学生心服气躁 有的趴在桌上睡觉 老师叫不动 下课后情绪失控 愤怒翻桌 过程中不剩 压到一名学生的左脚 事后有致歉 仍没有大碍 认真的老师 学校也会 针对老师的部分 来做情绪管理一些课程 校长说会议后 对老师口头告诫 没有另外惩处 也说下一次就不给机会 会对全班心理辅导 事后深感回忆 当晚有立即向 受伤的学生跟家长 来道歉 教育局调查老师翻桌 压到学生左脚 事后承诺 愿意负担医药费 会持续追踪后续状况 事发后 学校照常上课 不受影响 TPS新闻 陈吉君 许又翔 SNG小组 台中常报导 马上来看疫情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原因来就医裁剪 8月11确诊 9月4号解除隔离 10月2号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不幸来死亡 所以这是就今天确诊个案的部分 接下来我指挥中心也规划了第11起的这个A例第二季跟BNT的第一季的这个预约 那对象是A例是在A例的第二季的部分是从7月22以前已经完成接种第一季的55岁到18岁 那也就是从1966年的1月1号到2003年的10月15号以前出生的民众 那7月30以前以接种第一季是56岁以上的民众 这个是在1965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民众 第二个是BNT的第一季的部分 第一季的部分是17岁以上 那就是1974年12月31号以前所出生的民众 另外是22岁到12岁是1999年的1月1号一直到2009年的10月15号 第二季所出生的民众 另外是18岁以上的第9类的对象 这个部分是2003年12月31号 今天所出生的 这个18岁以上第9类的对象 那这个医院登记的结算的时间就是从现在开始做 一直到10月6号中午12点以前 那做医院的登记 那预约的时间是10月11号的上午10点开始 一直到10月13号的中午12点止 那施打的期间是在 安排在10月15到10月21号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另外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我们在第五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第五批的VNT的疫苗 有27万剂 在10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上午抵台 那总共有27万剂 那这批的疫苗的有效时间是到明年的2月10号 那一样会交由指挥中心在整个规划 对于民众疫苗施打的统筹运用 那我们也很感谢 无论是台积电 鸿海跟这个瓷季三个企业或民间团体 一直在持续协助 政府在整个一个防疫措施在疫苗施打上 来做处理 我们一并来感谢 还有是我们从10月4号 10月4号开始 临时开始 也就是说今天的临时就已经开始 我们请从国际港湖路径的人员的健康监测的一个措施 那原来是在检疫期间的第10到12天 用快3 那我们把它调整在自主健康管理的第6到第7天的时候 那去做这样的一个筛检 那会请民众会透过一个双向简讯的自主回报 来做这个检测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个部分也并让社会来了解 另外我们还是一样 从10月5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 我们全国虽然最近的疫情 大家在每一天的疫情的通报 看到本土的疫情 本土的病例 都是算是非常的 这个和缓的状况 当然我们还是 就是一样维持二级的警戒 不过等一下我们相关的部会会说明 有一些放宽的部分 我们从10月5号到10月18 在疫情的这个状况底下我们一样是维持在二级 不过我们在二级警戒的相关措施 主要还是回归到以空间来计算 就是户外的部分是以每个人一米平方公尺 那室内的部分是2.25平方公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相关的集会活动也一样 之前我们有80跟300人 但这是一个80跟300 那如果你超过的话 就依照你的空间人数空间 所可以提供的服务的量 来去做计算 那室内的部分就是一个 每一个人2.25平方公尺这样的一个面积 那户外的部分 我们就刚刚所提的 一个人是一米平方公尺的 一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符合这样子一个标准 但认为却有他要办理的必要性 那就应该要提防疫计划 那依照这个主管机关的防疫的相关规定 提出一个完整的防疫计划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 适度的开放的同时 那五厅相关的这些娱乐的场所 我们还是维持在表上所列的 还是维持先战不营业的状态 那等一下主管机关会来做说明 我们在这一次包括 像电子游戏场 资讯休闲场所 MTV KTV 桌游麻将 这些休闲场所我们会适度的做一些开放 那等一下我们会请经济部做说明 另外像宗教祭祀的部分 也会有条件的开放 竞相团餐会 宗教的场所就回归到 刚刚所提的这个室内室外的面积 那餐饮的部分 那内用就不限隔板或1.5公尺间的间距 那详细的规范等一下我们会请食药署署长也来做一些说明 另外在超商的部分 原来热食的部分必须要由超商的这个人员来做协助 那我们在这一次呢就不再限制这个部分 另外对于这个各位媒体也很关心 我们电视主播的部分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他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主播跟其他的工作人员 如能保持适当的这个社交距离 那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就不配戴口罩 那因为过去大家对这一个部分都有一些关注 等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也把它名列在这里 也可以让各电视台有所依循 那等一下相关的部会也会再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另外是昨天也有一样再次说明一下 有一关户外戴口罩的部分 那主要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外出的时候 应该是全程备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但是在哪些的场合 就是像龙林云木叶 那因为他都在田间余温 其实他本身整个这个附近都没有其他人 可能只有他或是他的伙伴 那也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这个社交距离 那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那像在山林里面包括像山林游乐区高山登山等等 那海滨的活动那都没有 都可以跟其他人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社交距离的状况下 那他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 但是身上还是要随时佩戴 就是他如果觉得在整个行径间也好 或参与活动的过程 发现旁边也已经有一些 跟其他的人会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那就基于个人应该要有的这个安全上 他就随时准备好口罩可以做佩戴 那我们也特别说明 如果在上述的这些空间里面 有人潮聚集的状况 那你会跟其他人共同工作活动 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就佩戴口罩 所以这个我们的在这一次 这个调整户外口罩规定的里面 我们就在这里有所这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经济部来先说明一下 有关于娱乐场所的这一次的调整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那首先由经济部的代表来说明一下 我们从10月5号开始会有条件的部分 一个休闲一个场所 那另外在在通外性的规范的部分 那可能还是要遵循指挥中心这边的防疫规范 像是采预约制、食炎制、量体温、戴口罩、人流控管等等 那重要是不能有陪似的服务行为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是 从事人员他应该要有六成以上 要已经施打至少这个一剂的疫苗 而且要满14天 那其余细部的部分呢 会跟依据经济部即将在明天10月5号 要公告的指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 那各营业场所的部分 我逐项来说明 第一个是电子游戏场所 跟这个资讯休闲场所 那这部分的部分 除了通责之外 那相关他是要顾客要一人一击来玩 那全程戴口罩而且精子饮食 那另外呢 他场所之内要加装这个摄影的一个监视设备 那必要时候要提供这个录影资料来供查核 那第三个部分是 每日他至少要两次来执行这个环境跟机台的清洁消毒 那一个顾客玩完之后呢 马上立即要清消毒 那而且要间隔至少15分钟以上 我们才可以提供给下一组顾客来使用 那以上是电子游戏场所跟资讯休闲场所 那接下来是录影节目带的播映场所 就是我们熟知的MTV 那在餐饮的部分 我们只能开放饮水 这个部分还有非酒精性的饮料 那除了这个饮水跟饮料短暂的饮用之外 他全程都要戴口罩 那另外为了维持这个室内良好的一个通风 空气循环 他每个两个小时要进行一下换气 你可以用空调等等去做换气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样每组顾客他消费完毕 整个包厢的环境跟设备要立即来做清销 而且让下一组客人使用之前 你至少要间隔这个30分钟 那最后一个是营业前要向地方政府来申请副业 那视频歌唱场所就是我们讲的KTV 那这个部分他原则性跟录影节目带业是相当差不多 那在餐饮的部分一样 我们只能开放饮水跟非酒精性饮料 那另外除了这个短暂的饮水饮料之外 全程都要戴口罩 那就是你喊你拿麦克风 在唱歌的时候都是要全程戴口罩 那另外一样要维持这个室内良好通风 每两个小时进行换气等等 那一样在顾客消费完毕 他包厢环境设备要立即清销 那距离下一组顾客使用一样要至少间隔30分钟以上 那一样是营业前要向地方政府来申请副业 那最后是这个桌游跟这个麻将休闲馆的部分 这个在他整个游戏的这个游具跟他的桌面都要一样 玩完之后要立即做清销 那要至少要间隔15分钟以上 才可以让下一组的顾客来使用 那一样我们是要全程戴口罩 那其实客人他玩完之后要清洁他的双手 那我们建议他其实是要戴手套 那一样游戏在游戏区域内 我们是禁止饮食的 禁止饮食 那如果说他有提供这个教学的时候 他要跟这个其他人保持这个一定的社交距离 那一样他教学完 他要马上进行这个所部的消毒 跟来更换口罩等等 那以上就是经济部就今天开放的五大场所来检要报告 谢谢 好 好 就在刚刚呢2点07分的时候呢 东部海域发生了规模4.8的有感地震 那么想请要联系给记者黄敬寅 好没错就在刚刚2点07分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地牛翻身有感地震 像是在北台湾的民众都很有感 而这次的镇央呢 是在宜兰的东部外海规模是4.8 深度只有5公里是极浅的地震 而且最大镇度呢是在苏澳有三级 那在花莲县的和平也是三级 另外但也关系到是在新北市的三雕角和宜兰市 都是二级的 尤其像是在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和新竹县 其他这些地方都是一级 那其实在纸箱隔一分钟左右 大约是2点08分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区的地震 那其实包括像是双北地区啊 在宜兰跟花莲的民众应该都是很有感 而且像是我们记者在台北内湖区这边 大概是在石层楼的这个建筑高度 晃动的感觉又更明显了 可以感受到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呢 其实是先上下震动 再也是左右的晃动 而且这个时间大概是维持了快10秒钟左右 因为晃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很多人应该都吓了好大一跳 甚至还有不少人是以为说 自己是头晕吗 不过因为像是在台北啊 盆地的关系 这个地址是比较软弱 通常如果在这个高楼层啊 像是12到16楼以上这个高度的建筑物 容易就跟这个盆地的周期产生共振现象 所以地震的时候呢 这个反应加速度也会被放大 这时候就比较容易造成破坏 而且其实像是在这个花东啊 宜兰地区这个地震发生比较频繁的这个地方呢 通常都是这个菲律宾海板块 压到欧亚大陆板块所造成的 因为像是台湾东部的这个花东纵骨 就在这个两个板块的缝合带上面 在这个板块运动碰撞的时候 就容易会造成地震 不过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 像是交通的部分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初步收到这个北捷的回应呢 他们是说在2点08分的时候 他们就接收到地震一级的这个讯息 所以他们是立刻按照这个SOP 来进行巡视的作业 那经过他们这个派员呢 巡视车站还有这个轨道 一切正常之后呢 现在列车都是正常来运行的 那目前像是台铁的话 如果他们碰到地震 如果是三级的话 他们会以时速60公里以下的 这个时速来行驶 那如果是地震四级以上 他们会把时速放到30公里以下 也就是低速行驶 同时他们也会派遣这个人力 来巡线来检查 一直到没有问题之后 才会恢复时速来正常行车 那像是之前啊 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在这个花东地震 是比较频繁一些些的 那刚刚最新的这个资讯也出来了 不只是2.07分 在这个北台湾 很有明显感受到这个摇晃 因为呢 这个正央就在这个宜兰的 政府东方的45.4公里 也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海域 是发生规模4.8的地震 而这个最大的震度呢 是在宜兰的苏澳 有三级 那在花林县和平也是三级 另外呢 其实在相隔一分钟左右 大约是2.08分的时候 还是有个小区的地震 那带你来同指一下这个交通 现在刚刚提醒到说 像是如果 嗯 这在打北街的民众 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他们其实在当下 就收到这个地震一级的讯息 他们也是立刻按照这个SOP 来进行巡视的作业 那经过巡视之后呢 其实车站和轨道 都是一切正常的 目前列车也是正常来运行 那以上是目前找到最新状况 先进头 先交换朋友 好 伊兰东部海域呢 在刚刚2点07分的时候呢 地牛翻身 发生了规模4.8的有感地震 那么最大的震度呢 伊兰苏澳花莲和平呢 都是三级 台北市也是有一级的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舒瑞 好 没有错 就在刚刚稍早2点07分的时候 发生了有感地震 那么像记者呢 当时正在十楼 感受上还蛮明显 有前后再来左右摇晃的感觉 而且差不多也是维持大概十秒钟左右 是很明显的有感觉到摇晃感 那么如果同时您也是在台北市 特别是伊兰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能如果您在高楼的话 同时间也会有感觉到 明显有地震的感觉 那我们来帮大家统整一下 刚刚气象局的最新地震报告也出炉了 时间在稍早的2点07分 然后位置是在伊兰县 政府东方45.4公里 就是在东部海域的部分 那么瑞士规模是4.8的有感地震 地震深度只有5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那么最大震度落在伊兰县的苏澳 还有花莲县的和平 有三级震度 新北市三叼角 还有伊兰县 伊兰市有两级震度 以及台北市新一区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三光 新竹县关西 花莲县 花莲市 台中市的梨山 还有南投县 和欢山 跟苗栗县的苗栗市 也有一级震度 所以感觉得出来 这一个地震 比较影响的范围 是在苗栗以北 还有伊兰跟花莲地区 如果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地震的感觉 那么同时在刚刚也提到说 这一次的地震 在北部 是比较有感的 那么刚刚如果说 观众朋友 您有遇到地震 并且有感受到摇晃很大的话 也要提醒大家 保护自己的SOP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头部 颈部 避免受伤 要立刻采取趴下 掩护或者是稳住的动作 要躲在桌下 或者墙角等等 那么呢 像是这种东部的地震 它很容易 可能也会有余震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您在比较高的 这个柜子上面 有摆放一些物品的话 一定要先拿下来 就是避免说 未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 那么稍后 如果气象局有更新的说明 我也会带大家了解 以及呢 像是在交通部分 如果说遇到地震的话 台铁也会按照SOP的流程 如果是五级地震 列车会停驶 那么由工程车巡查之后 才会开放通行 四级地震的话 则是北上 以及南下列车 会维持30到60公里 慢速行驶 那么刚刚最大震度 是在三级 所以预计对于台铁的部分 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至于在北节的部分 如果震度是两到三级的话 限速会在40公里以下来行驶 并且检视轨道 那么震度如果是四到五级的话 列车会慢速的进站来输运旅客 而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在2点08分的时候 北节有接获地震的一级讯息 所以有按照SOP进行巡视作业 那么经过巡视之后 车站跟轨道目前是一切正常的 所以列车是正常运行 有搭乘北节的观众朋友不用太过于担心 至于在高铁的部分呢 影响应该也不大 因为他们只有在四级的震度以上 才会立刻停车 再一状况决定是不是要恢复行驶 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 其实台湾地震主要有三个 就是西部的地震带 东部地震带 还有东北部的地震带 那么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东部地震带 主要就是菲律宾海板块 跟欧亚板块碰撞造成 也是我们地震频率最高 震源深度也会比较浅 所以像这一次的地震呢 我们的地震深度只有五公里 真的算是很浅很浅层的地震 感受上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稍后如果气象局有更新的说明 我们也会持续的带大家来了解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吧 时间在盘内 好在刚刚发生了有感地震 目前呢包括高铁台铁呢 还有北京的部分都是正常行驶的 再关注的是在苗栗有驾驶 下车的时候疑似没有拉手刹车 结果导致汽车呢就一路的逗退路 越过了四个车道 最后是撞到路边的车辆 详情联系给记者洪彩伦 好这画面吓到了不少经过的用路人 一辆银色轿车 突然在这斜坡逗退路 穿越了一二三四 四个车道 闪过了好几辆行径中的车辆 到了对象车道 撞上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汽车后才停下来 车子就横停在路中 路过民众看到这一幕 吓到了 因为在这车上没有驾驶 怎么会这样 这个地点是在苗栗头乌交流道 往明德方向 原来这车主疑似到朋友家做客 但他停好车 却疑似没有拉手刹车 导致着停在斜坡的车子往后倒退路 幸好这一路逗退路的过程 没有伤到其他行径中的车辆 因此没有人受伤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强烈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口译哥赵宜翔确定会投入台北市大安 文山区的议员选举 因为这区的现任议员呢 也就是民进党籍的阮昭雄 决定要投入立委选举了 所以明年不再竞选连任 只是阮昭雄呢 是民进党永远会的要角 那么外界也质疑 被视为阴系成员的口译哥 是不是倒戈了 赵宜翔加油 民进党的永远会纳心血 场面当然要热闹 因为新加入的这一位 正是过去翻译总统盛选演说 而爆红的口译哥赵宜翔 未来他将投入北市大安文山区的议员选举 我在大安区出生的 那我现在也是住在这个四大商圈附近 所以我对于说大安文山区的这个生活模式 他的环境是非常了解 强调自己跟大安区的渊源 只是口译哥一向被视为是阴系成员 这次却跟永远会要角一块宣布参选 这算是倒戈吗 其实包括在党部 然后包括后来去公部门服务 我没有找过任何派系 没有任何派系找过我 所以原则上我对派系 这个部分是比较陌生的 赵宜翔更透露 会跟汪定宇 阮昭雄关系号 也是因为过去驻美身份 众人常隔海讨论外交议题 如今阮昭雄决定更上层楼选立委 才让他决定挑战大安文山 而除了赵宜翔外 永远会在北市还会再提人 目前台北市我们稳扎稳打 我看了他的名单 会是相当对民众 对市民来讲相当负责任的一份好名单 名单保密到家 倒是民众党插旗北市人选明朗化 市邻北投黄敬营 陈思宇 中山大同有林国臣女儿林真宇 松山信义北市副发言人魏佑任 和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都有意愿 刚胡则有黄珊珊自立兵陈佑成 目前全北市已经有30人表态 但市邻北投双输都想选怎解决 党内本来就有自己的程序跟规则要走 所以就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继续下去走 2022倒数一年各党开始 整队中 TV月新闻李国正宽柔台报道 北市府今年国庆的翁翁包首都曝光了 但是考量防疫一律是采线上预约 现场领取只有500个名额 另外3000份则是在双十节当天会抽出 预估会吸引15万人来抢这3500份 不同背法设计实用 搭配物灰蓝卡其绿两种文青色 前面写着台北2021 背面则印上双十标志 台北市的国庆翁翁包曝光 但今年游戏规则有改变 最近年采约约制 在外面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升级 但是翁翁包的部分没有抽到的话 你来现场也没有办法排到 疫情趋缓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北市府今年依旧采线上登记 但分两种模式 10月6号登记的限额500人 可以现场管理并领取翁翁包 而10月7号跟8号两天登记的 则是在国庆日当天会抽出3000人 再把翁翁包寄送到家 避免民众彻夜排队 大批人群造成群聚 而依照去年经验 预估将会吸引15万人 来抢这3500份翁翁包 我们可能会用座位的方式 不要让他们密集的排队 工作人员拿包去给他 他就不要站起来过来 他拿到包之后就可以离开 台北市的国庆典礼也要采石连制 至于总统府的国庆 礼宾人员服装也正式亮相 以各种优雅的粉偶色为主 在运用科技的数位印花 今年总统府在找来设计师 占卜操刀 为礼宾人员统一制作服装 中央地方锦罗密谷 从小地方找巧思 迎接双十国庆 台北报道 台铁昨晚松山站到台北站之间 发生了电车险事故 结果导致班次大延误 而台北车站一度列车停摆 却没有广播原因 所以呢让整个月台是挤满了人 还有人气到对着站务员破口大骂 乘客坐不住全部围在月台 因为火车动也不动 已经超过十分钟 怎么还不开 乘客不沙沙全重车厢走出来 列车甚至还熄火 看看台北车站面板 有的班次延误到十八分钟 却连原因都问不到 又远爆气开枪 没有广播啊 什么态度嘛 都在 没有广播啦 车站有广播 没有广播什么原因 车站有广播你跟我下一个啦 没有好不好啦 拜托一下吧 等到快受不了 又不知道车何时会开 驾务员也急忙着扣澳找救援 至少你字幕要打出来什么原因 因为傻子还在那边等 原来三号晚上八点多 松山和台北间发生电车线事故 一度传出有乘客听到爆炸声响 接着车厢几度电力一长 这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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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站到台北站的 我们现在出离开 电车的问题 电车线 意外故障让火车大延误 有的delay快一小时 从晚上八点二十六分故障后 台铁派出电力维修车现场抢修 十点三十二分先行固定电车线 单边回复通电 三十六分开放双线行车 总共影响三十一列次 大约九千三百七十人 只不过正值下班时间 却碰上延误 让回家路一拖再拖 TVB新闻时空消防 现在想要当有壳足 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呢 现在房价飙升了 一千三百万的新乘屋 以一家三口每个月 存三万块钱来说 光是自备款就要存七年多 现在跟传出说 银行也针对六都的核贷 是更加谨慎了 像是比较偏僻的地段 贷款陈数只有五六成 央行寄出打房政策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 房价明显下跌 根据统计呢 今年全国房价低计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对手购族来说 虽然贷款陈数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要存第一桶金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央行三度出手打炒房 六都和新竹县市都被点名 还传出这八县市的蛋白区 银行建价比照中古屋 核定陈数顶多五六成 主要是就营造成本 没有跟着调升 所以建价时会受到影响 不过是以非手购 和偏僻的地段下才会发生 除非这个房子的所在的区位 非常偏 比如说在市 或者是高雄 那马下那些地方 才会在这个房贷的核贷上 才会受到明显影响 另一方面 手购族月晚买房 低桶金资备款 得存月酒 一家三口 双新家庭 月薪十万 每个月存三万元为例 要在新北市领口 找三十平的新陈屋家车位 均价落在一千三百万元 如果是手购族 贷款陈数可到八成 自备款两百六十万得存七点二五年 至于十五到二十年的中古屋 均价约九百五十万元 自备款要出一百九十万 必须存五点三年 更别说 如果非手购族 贷款陈数只有六到七成 一千三百万的新陈屋 自备款要冲到五百二十万元 对手购族来讲 政府最近的打房政策 其实跟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为什么是第二户以上 或者是名下有多户房子的 这种投资客呢 你所受到的这个影响 就会比较来得大 然而手购族预算有限 往往只能选择 和自己年纪相当的老屋 根据统计 今年第二季 屋龄超过三十年的中古屋 将近四百五十万宅 占百分之五十点四三 等于美丽台北市 更高达七成 台南高雄也过半 专家担心 未来人老屋也老的居住难题 只会更严重 TVN新闻成员人 吴树瑞泰报道 新北市三重呢 由小偷潜入住家的大楼停车场 偷走了价值二十万元的单车 最后呢 他在网路上要借卖的时候呢 遭被害人发现了 而他假扮成买家 约对方面交 那么这个嫌犯呢 是当场被埋伏的远警给逮住 详情连线给记者吴兴燕 好 主播新闻是三重日前 发生了一起窃案 嫌犯侵入了住家大楼的停车场里头 去偷了一辆脚踏车 最后是上网借卖 结果施主假扮成买家 和警方埋伏抓人 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就穿着蓝色短袖的男子 就是脚踏车的尸主 只见嫌犯 骑脚踏车抵达之后 远警立刻上前逮人 当场把人带回 案件发生在新北市的三重 警方调查证明 35岁的郑姓嫌犯 当时是趁着住户进出时 偷跑进地下的停车场 看上了一辆20万的 捷安特单车 拖了就走 尸主发现脚踏车不见之后 三天之后 竟然发现有人在网路 以8万块的价格售出 怀疑对方就是嫌犯 赶紧相约 面交同时报警 只要当天可以由警方协助 果真志明 嫌犯骑着单车抵达 带人看见爱车之后 确定就是他的脚踏车 警方上前抓人 当场人赃据获 以上就为您掌握的情况 桃园昨晚有一名男子 到中立警局外 手拿打火机 疑似准备要纵火了 警方上前询问了 他公称是跟幻想中的朋友打赌 赌输了才会这样做 详情交给李一如 好的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走在警局外 不停往后 左看右看 手里还拿着发光的物体 疑似是打火机 就怕会不小心发生危险 远警看到立马上前关心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事情发生在3号晚上10点多 在桃园中立区派出所外 实际男子第一时间公称说 是跟朋友打赌赌输了 要烧警局 但是后又说一切都是幻觉 就跑到桃园机场附近加油站 买了汽油就装入喷雾内 在警局外的地上 喷洒汽油点打火机 准备重火 但还来不及 警方就上前盘查 不过被抓 还说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症 希望警方不要计较 不管如何 还是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上是桃园掌握的消息 今天白天呢 还是偏热 不过礼拜三开始呢 水气增加降雨的区域呢 也会扩大 要把时间交给立如 好 今天天气大家出门在外 应该感受上非常的明显 因为降雨偏少 而且天气上 非常非常的炎热 我们看到今天的风场 持续是偏东风 下半天在迎风面向 是东半部 还有基隆北海岸 恒春半岛 虽然还是有局部雨势 但是都并不多 那么午后雷震雨 在中南部山区也有 但是呢 也都是非常零星的 不过像这样子 天气形态 从明天开始 将会有所转变 我们来看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的早上这段时间 其实迎风面东半部的水气 你可以看到开始略微的增加了 原因其实跟我们南方的 大低压带是非常有关系 未来几天 其实我们的环境风场 依旧是一个偏东风的天气形态 但是这个星期 在我们南方的大低压带 要注意比较容易会有热带性低气压 或是台风生成的可能性 那我们看到 以现在比较接近菲律宾的 这一个低压系统来说 未来增强逐渐的深沉之后 它目前看起来会往南海的方向移动 但是它的水气 会被我们偏东风的环境带上来 所以明天开始水气会略微的增加 是一个增加的过程 但是星期三开始 水气就会有明显的增多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在星期三开始 迎风面的像大台北山区 东半部 还有基隆北海岸跟恒春半岛 要注意开始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性 那至于午后雷阵雨的部分 在各地山区中南部地区 星期三开始范围也会扩大 天气上来说 星期三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好 在国庆日当天天气状况 是有机会回稳的 那今天我还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高温跟空气品质 今天高温部分 有五个县市是亮起了黄色灯号 所以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出门再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空气品质的部分 竹苗以南 今天扩散条件比较不好 所以侧战比较容易达到局景等级 尤其顾敏族群 你在外活动 一定要尽量的注意自己的呼吸到健康 指挥中心公布了口罩的松绑指引 但是民众抱怨说这个指引太模糊了 像是台北马拉松呢 可以脱下口罩来跑 但像是河滨 很空旷 但是不能脱口罩 三二一 三二一 戴上口罩跑完全程 这是去年台北马拉松画面 今年终于可以把脸上这道束縛拿下来了 我们在终点的时候 我们会赠送给所有的跑 完赛的跑者 一些纪念品 包含纪念毛巾 以及一个我们专属的口罩 那我们会希望他到达终点之后 尽快的把口罩戴上 台北马拉松今年规定 只需要在起跑点和终点戴上口罩 马拉松过程当中都可以脱罩跑 但在这边的跑者或是运动人士 却大喊不公平 河滨公园河堤边明明也算空旷 却不在陈时中的空旷定义里面 不被纳入上山下海脱口罩的地区当中 你觉得你现在的地方算空旷吗 我觉得蛮空旷的 就是附近都 其实都没什么人 因为口罩会失 失去是没有效果的 他要解封他要讲的寒无荣童 很让民众很难过 去掌握这个要点 民众抱怨指挥中心给的指引很模糊 什么叫空旷 为什么河滨不解禁 因为相对这些的人流都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这两个情况是相对极端的 原来陈时中认定除了山上海边 人流都会很多 而10月5号解禁的还有森林游乐园区 疫苗还是很国人没有擀 那个没有擀 这个没有擀 所以说还是会害怕 所以说口罩我觉得还是盖子比较好一点 对于口罩松绑指引 民众反应不一 但更是都是希望 指引越清楚越好 TVB新闻 刘宇俊 刘彩威台北报导 澳门在今新增了一例新冠病毒确诊 也使得原定中午 澳门跟珠海两地的 免检疫通关是紧急喊停了 引起民众的不满 新的免疫通关呢 原本预计在今天中午开放 不过上午十点左右呢 澳门政府突然宣布免疫通关要紧急喊停 原因是澳门官方昨晚在一个十混一的混合样本当中 初步检测出有阳性的反应 涉及的十个人呢 已经或通知原地不动了 而且安排送院检验 没有想到上午又有人确诊 目前澳门当局呢 还没有找到被传染的源头 10月4号呢 是世界动物日 新北市呢 首支有准 纪录片诞生了 影片呢 耗时了六年才完成 新北市然后有移出席发表会 颁奖感谢民间团体的用心跟努力 一只鸟快速飞过 差点撞过来 攀岩的民众记录下 这一刻忍不住惊呼 仔细一看亮黄色的脚和鸟嘴 配上灰黑漸层的毛色 展翅时特殊花纹明显 这是第二集保育类动物 有准的生意 哇你画得好仔细耶 10月4号就是世界动物日 有准纪录片 有准的故事出炉 新北的龙洞是重要栖息地 不只吸引许多爱鸟人士 前来摄影 大家长侯友宜也特别关心 谢谢我们的保护 猿鸟的协会 以及我们大家所有志工 联合来对有准 做一系列保护 结果六年我们也拍成 有准的故事纪录片 同时也不断的代代还年 新的有准出现 颁奖感谢民间团体 对野鸟富裕和救援的努力 期盼耗时六年的纪录片 成为教材 让爱动物成为全民运动 导演员实地说明 为民众上环境教育 有准纪录片热腾腾诞生 为世界动物日开启序幕 明天开始就会放宽户外口罩的规定了 但是一届怎么看呢 佳琪带我们了解 随着疫情趋缓 不少的民众都会利用周末假日 想要出外走一走 不过现在到了户外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指挥中心也给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了 像是如果你到山上或是海边的话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就是要在空旷的地方 再来就是要维持人与人的社交距离 那就没有问题 可以大口大口呼吸的新鲜空气 但是看在小儿科医师的眼里 却是满是担心 小儿科医师就认为 其实松绑户外口罩的规范 严格上理论是可行的 但是也有可能有民众会钻漏洞 那会不会导致疫情再次扩散呢 他说有点担心 因为全民还是需要维持防疫意识 并不是指挥中心说 不要戴就真的可以松懈了 那我们的带领看到的是 另一名家医科医师李思贤 他就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一定要连续14天的本土零确诊 再加上疫苗覆盖率上升 他说松绑口罩才会比较安心 尤其现在呢 冬天即将到来了 流感病毒也雷势汹汹 戴口罩其实可以来做部分的防疫 而他认为到时候 再松绑口罩会比较保险 但是游乐园展览等 还是要维持规定 可能才对台湾的疫情掌握 比较有帮助 而且打疫苗之后也不能松懈 美国研究发现了 因为这个染疫病毒量还是很高 再请佳琪说明 接种完新冠疫苗的民众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安心 甚至是不用戴口罩了呢 美国研究发现了 千万得把口罩戴好 因为你染的病毒量 可能跟没有接种的人一样多 美国研究就指出了 其实他们搜集了719位确诊者的资料发现了 其中122人的基因分析 他们染过的是 Delta病毒高达9成的人 而且分析他们的CT值 打两剂还是确诊的人 他的病毒含量 跟没有接种的人 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胸腔科医师苏伊丰就说了 其实病毒感染成功率相当的高 症状天数跟严重度是没有差别的 而且他说接种后维持其他防务 的确是相当必要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你需要戴口罩 勤洗手 还是要消毒不能少 新加坡研究也发现 打mRNA疫苗的感染者 跟没有接种的染疫者 他们初期感染的CT值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打疫苗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在这里 打完疫苗之后 病毒量下降的比较快 比没有接种的还要快一些 因此接种还是有必要的 莫沙东的口服药即将问世 能在开封中国家发挥关键作用 再交给佳琪 全球各国现在都在拼疫苗接种 但是有一些中低开发的国家 到现在都还没有疫苗可以打 不过现在他们的福音似乎出现了 现在有药厂就研发出 口服的疫苗药 是不是接下来新冠的口服药 一旦上市之后 就可以逆转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待会来看到的是 其实美国药厂莫沙东 最近就研发了一款新冠口服药 而且他们发现 临床试验的表现结果是相当的好 而且这重症住院的病故几率 风险是降低了五成 等于是少掉了一半 这样的好消息呢 当然很多人都想要来拿 而现在国际药品采购的机制总干事 他也跳出来说了 他说已经跟莫沙东来洽谈 希望可以确保中低收入的国家 他们能够取得首批的口服药 最快下周呢 就可以敲定协议了 一旦这个协议真的成立的话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 真的是相当的福音 因为他们就可以跟其他国家一样 也拥有就是避免新冠病毒找上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药剂 而如果真的能够在贫穷国家 起了更大的效用的话 开放中国家的抗疫关键 就是这一款口服药了 而且它可能成为疫情可控的转类点 希望这款药上市之后呢 能够用更多的民众 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威胁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